阿誰要生誰要補 有一個補了嗎 郭台銘現在的狀況是在走人參船 等一下阿 說這個要整合 其實是獎牌阿 其實希望正合在我之下才叫做整合 環節在我之下 他叫做團結 但我好意的幫郭台銘講 可能郭台銘真的很希望明年能夠政黨的問題 所以他犧牲小我完成大王 你看 阿一參選之後還有什麼製作 藍跟白的支持者只有危機意識 就是說天阿哇 三個合唱沒者 都不能讓郭台銘再繼續這樣子亂下去了 所以可能第一個 藍跟白直接可以坐下來看 然後過來陪大家演完了對不對 犧牲自己 當然這個只是名調 可能譬如說是這樣子想 可是呢 現在看起來也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人家要怎麼樣找你談 願意找你談 那個也要一中格吧 他現在名調 一定好事嘛 而且我們已經講 他參選之後 名調就會想 所以不是因為邊緣 他是因為他不夠格 所以你們覺得他就太low了 不是人家真的要邊緣 他邊緣的話 他至近啦 情況是這樣啦 你看他那一天 宣布參選的時候 所以說可以這樣說 他是一個對的